你可以了嗎? 可以了 好,銀幕前面大家好 我們現在是在Edinbaugh 在Social Anticards World Forum 社會企業世界年會 本來是想要直播的,但是因為這一間的網路 測速這個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錄影的方式 但是我們一錄完就會馬上上傳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就先從 右邊界邊開始 那大家好,我是 Imperial 台北的 Oliver 那很高興就是這次可以 就是跟鄭偉還有委員 還有很多台灣的夥伴一起來這邊 參加了SEWF 那其實SEWF是我第二次 然後其實每次來都覺得收穫很多 然後可以認識很多新的夥伴 那其實每次會 我們都會利用在SEWF的期間 然後自己安排很多不同的參訪 所以其實比如說像 我昨天也去參加了那個Social Investment Skolan他們的一些 networking 的活動 然後還是參加了Neldon Park 就是在艾丁堡這邊 一個跟Imperia很像的一個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 know-how 然後還有很多的一些模式 是值得我們來做學習的 然後其實在很多的經驗當中 就是也可以讓 也會跟大家分享說 那其實台灣有很多好的經驗 然後每次都透過 就是在SEWF當中 然後可以把我們很多好的經驗的做法 然後出復到其他的國家去 那其實很多時候在會裡面 會有很多的大在問 那我覺得大在問 其實也都是很適合 就是台灣 因為台灣這次有70多位的團員 然後所以大家都可以把這些大在問 然後帶回去給更多的設計夥伴 像加拿大、紐西蘭、台灣 是三大團嗎 是今年 嗯 超過50位 紐西蘭我記得38位 我們72位 真的是 而且他們還是上年的主辦方 對對對 我們贏了我們贏了 Karen這次其實很厲害 有分享就是包含社創國會 然後整個社創方 好 要不要跟他聊一下 就是大家的比賽怎麼樣 喔我先嗎 對 喔是嗎 OK來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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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先把重要的交給董事長來分享 好了 我先談一下我的一些觀察 那 這是我大概第五年 involved這個社會企業的這個世界論壇 我已經第一年是在韓國 那其實之前在做社會企業 其實大部分社會企業在想著 就是說啊 我到底做這件事情 你怎麼去幫助到別人 就是每天在想這件事情 你很難會去想說 我需要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讓大家都能夠讓自己的社會影響力 就是提高 所以其實 SEWF 韓國那一場 帶給我還蠻深刻的一個概念 就是社會企業的一個 ecosystem 那其實社會這個社會企業論壇 他們每年大概都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panel 然後他們去談說 到底這個怎麼拿到資金啊 然後是說他對地區的發展是什麼 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所謂的社會企業的 ecosystem 其實它是dynamic的 就是說我們透過這麼多的issue 然後去串起說這個整個的連結 那大概是這樣 那我比較想要分享就是說 這一次我有三個地方 我覺得是比較impressive的 因為今年其實也是sewf 就是十周年 就是他們當初起心動念要成為一個 這個知識交換的平台 那個國際型的平台 其實就是在愛丁堡 然後那是第一屆 那今年又再一次的 就十年之後又再一次的回到愛丁堡 所以我覺得他們想要facilitate的一些這些議題 所以在這一次特別的這個大會裡面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debating debating的這部分很有趣 那我覺得就是說其實我們自己 因為這件事情involved之後 我們長期在關注社會企業 其實社會企業蠻有趣 就是說它有很多的transformation 就剛剛我就聽到一個講者講說 它在那個達拉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面 大概有二十幾種社會企業的定義 非常多 那所以我覺得十年磨一劍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非常enjoy這些process 就是社會企業的process 可是回到了初心起心動念 到底社會企業的本質 它的起就是起始點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去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以及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我們到底想要挑戰什麼 解決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environment 設計是這麼的重要 那以及就是說社會企業為什麼 還有哪些挑戰等到 等等我們去克服 那我覺得在起心動念這個地方 我覺得可以先談談 蘇格蘭的例子 那我們其實來到蘇格蘭就知道 就是到處天然地動啊 然後什麼高山啊 然後就沒什麼資源啊 除了一個古堡可以賣之外 對所以他們的這個社會經濟的awareness 其實已經是升值在他們自己的這個社會裡面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們這些所謂的社會企業的案例 就是他們是真的這些人想要幫看到這些社區的問題 想要幫這些社區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因此開展了一些他們的business model 那以這是我們很多團員去參訪的叫做 calendar 這個地方 他就是講一個水壩 這水壩的收入他們都拿來再投資在當地的community based 的這種business 就是社區型的企業裡面 然後他們這種社區型的企業活動 賺的錢再投入到社區裡面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像蘇荷蘭版的地方創生欸 所以我在這一次這個大會裡面 我特別的去看的就是說 How social enterprise 就是可以就是involve到這些rural place 這其實是我還蠻關注的一些地方 那我覺得說其實各個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些background 像我可以分享一個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在澳洲這個Victoria 他們就是把一個監獄改變成一個社會企業的一個中心 然後反正就是還有做教育 就從小就教小朋友 在那個rural place 就教小朋友就是how to create job 而不是變成一個job seeker 就是尋找這個job的人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其實社會企業 我們還可以做很多很多 然後可以貢獻這個社會很多的地方 那當然就是說整個ecosystem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它是dynamic 那事實上我們也在講說這個ecosystem 就是能夠越廣越好 越廣越好 所以我就是在這次大會裡面 我們就分享說國會的角色 因為其實各國沒有國會的角色 台灣很特別 我們有國會的角色喔 對 那我們台灣就是在這個今年 我成立了一個社會創新國會 那其實就是希望說 國會能夠作為一個resource connection 的一個平台 同時可以更聯繫各個不同的就是比較破碎的資源在一起 以及讓這個社會企業的voice可以被聽到 那所以我就分享了我們在國會做的一些動作 包含我舉辦了很多社會企業的咖啡館 請到不同的這個立法委員跟企業家這個暢談 所以我們就發現現在在台灣立法院 越來越多的立法委員是支持社會企業的 然後還可以朗朗上口 甚至已經有一些合作了 對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社會企業的這個修法 那可能等一下這個政委可以多講一些這部分 因為其實行政院在政委的領導下 在公司法的修法上面我們有很大的突破 然後包含就是 我要留著給政委講 然後還有社會企業 還有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我覺得也是這個政委來產出 我覺得是更確實的 所以我覺得就在這一次分享裡面 我覺得台灣真的可以inspire更多的國家 在國會或是在整個立口實實上面的行動 是更豐富的 那再來就是說 回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這十年在思考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社會企業這麼重要 其實我覺得以西方 或是以全球的觀點來看 最主要是說大家覺得在雷曼兄弟的這種金融風暴之後 大家對資本主義真的不信任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資本主義的瓦解 我們沒有資本主義之後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一個這個 這個市場的這種 或者是說這樣子的一個 社區的 或者是社會的這種經濟型態 來讓人類可以維持下去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在於說 這個氣候啊 然後這種SDG級的社會問題 越來越嚴峻 越來越嚴峻 那我們其實 還有科技的發達 其實更應該是以人為出發 來服務人類跟社群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下一個世代 其實他們受到很好的教育資源 他們有非常非常多的能力 像現在台灣有很多斜槓青年 那所以我們怎麼樣號召這些 下一個世代的這些能力 來投入變成一個這個 不是Troublemaker 而是這種Trouble 這種Solution的這種Provider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在討論 社區為什麼反而就是 這種結合社會使命 跟這種Business 這樣子的形態的 這樣子的一個經濟體 然後越來越重要 然後以及怎麼樣讓它變成說 是一個新的Economy System 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大概是這一次 我覺得很棒的一些收穫 好謝謝 就先這樣子 對啊很棒 我覺得真的每年 論述都越來越完整 好像這個Sector Social Sector 已經不會被好像第三部門 好像排到第三去的那種感覺 對 現在都是說Social Sector 我們就是跟大家脾氣挺重 我們已經快不是Sector了 真的 Cross Sector 已經快要席捲整個社會 好 看老師有沒有什麼想分享 是啊 對 剛剛立委也提到說 這是第一 從第一屆舉辦到現在 經過十年 又回到這邊來 艾丁堡這邊來舉辦 所以這一次的主題 它其實就是說 過去十年 有什麼 有什麼好的 然後未來十年 有什麼新的期望 那我看到 其實我這一次來 我看到在開幕子的時候 有兩組小朋友 就是一個是 大概是國小國中的 那他們是藉由這種課程遊戲 去瞭解社會企業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高中的 那高中的他們是藉由在學校裡面 都有類似這個社會企業經營 讓他們實習啦 或者讓他們參與啦 讓他們在教育過程裡面 就知道社會企業是什麼 那對很多年輕人 有這個創業理想的 他一開始就有這樣子的一些 好的基礎 在他的意識裡面 將來在他創業的過程 他就可以以一個 每一個創業都當然應該賺錢 但是一定要有一個使命 而不是只有賺錢 那我想這個也是他未來十年 他期待說這樣的意識 可以聯合起來 他甚至可以打敗一個Amazon 一個Uber 因為Amazon他幾乎都要控制 我們這整個 不要說那個地區 幾乎全球都受他牽制 那我們將來是用我們這種 社會企業的聯合的 合作的力量 去取代這樣的一個 一個大的企業 那可是大的企業 比如說像Uber 大家都知道Uber 對勞工就是不夠好 對那像這樣的情況 如果有我們的社會企業的理念 原始去發展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我們 年輕人在創業的過程 我們一定要先 用一個社會企業的這種 這種集體的這種教育 去引導他們 非常的重要 那也提到說 政府就是要把投資者 跟我們這個青年莊 好好做一個高速公務 讓他們連結起來 這是未來十年 大家對這件事情的期望 我覺得這個論壇 它的價值就是 不是讓我們只有了解 一些案例而已 而它實際上是 真的是可以結合一些力量 那如果要談到這裡面的 一個比較感動的故事 就對一個年輕人來講 像伊索皮亞那個女老師 她的事情很容易可以明瞭 因為她發現伊索皮亞 那麼多小朋友 他們沒有上學 還有很多小朋友 一上個學 中間又錯學 沒有辦法完成學院 那女孩子更沒有那個教育的機會 所以她就從廣播 從電視媒體 她自己去找力量 然後很積極 其實很困難 每一件事情要做好真的很困難 但是你就是要持續 要有耐心 要克服 那最後你看她現在做得這麼好 她不但編動畫教材 不但擁有五個電視台 所以她就在伊索皮亞 她這次有帶了很多 她跟培育的年輕人一起過來 大家看的都非常感動 全場真的是給她最熱烈的那個掌聲 所以我覺得說一個年輕人 她只要她有這個 有一個夢想 然後不怕困難 那新的idea其實 是一個新的做法而已 她也不一定說一定要是一個全新的什麼 因為開電台開廣播 這很久以前的東西了 可是她就是結合在新的地方去做結合 那就變成一個很好的效果 那我想這個也是我們這次來 其實大家都非常有同感 那也跟沒有來的年輕朋友一起分享 很棒 這次我主持的 就是第二天的一個最後的論壇 它叫做Tech for Good 就是說運用技術 然後來達到共耗 來達到社會價值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坐我旁邊的那位Howard 他是做助聽器的 可是他完全不懂電子電路 他也完全不懂生產 他就是有一次就是去了非洲 因為他這個就是有一個女兒叫Sarah 然後也就不幸這個過世了 過世了之後 他為了找尋人生的意義 那他就去非洲想幫忙 他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他去的第一天 就是應該是Peace Corp 就帶了一個這個叫做Sarah 跟他年紀 女兒年紀一樣的小女孩進來說 他聽不見 但是他有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說 我們這邊非洲這個Boswana 這個太陽這麼好 他一定不需要一直買電器 他應該可以用太陽能來充電 然後來又做一個永續的一個助聽器 那那個小女孩 他自己有這樣子的想法 而且他是用Sign Language 用手語去表達這個想法 所以他不得不去學手語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當然運用他的這個國際合作的能力 經貿的能力 管理的能力 幫他找到了整個供應鏈 但是他就強調一點 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其實如果你從小是用手語的話 在做這種維系的這種工程設計上面 你的這個手眼協調 是比絕大部分人好的 所以他們從設計 到生產 到雛形 無原型製造 到最後他每個六個月的課程 而且就是這些非洲的這些朋友們 就接下來就去巴西 用手語 翻譯成當地的巴西手語 然後教他們六個月 從電子電路的這種 最基本的東西的理論 一直教到說 那他們那邊太陽沒有那麼好 那要用什麼方式來充電 然後這樣子就變成一個 好像全世界的這樣子一個campaign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感動人的一個故事 而且這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科技它就是 真的是來自於原型 每一個地方 它需要什麼的時候 如果你把科技當作 是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像剛才老師講的 就是只有少數大公司可以做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當然會對科技上是信心 可是如果大家覺得說 我們自己會動手 我們自己會幹 就是所謂open innovation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有台灣 專門做這個AI IoT等等的一些 創業導師的朋友們 就是聽完之後 就跑來我們吃晚餐 是要跟我說 除了說晚餐很好吃之外 就是說它現在比較知道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台灣 can help 就是我們可以運用我們的這些力量 像我們接下來要辦的就是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辦的就是 9月GEC plus 那我們還是做AI IoT 可是是enable social impact 就是旁邊有誰有什麼問題 我們靠我們的這些技術幫他們解決 但是不是一直好像殖民式的解決 而是就像剛才講的 讓他們也掌握這些技術 這樣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補充的案例 或者想法 我剛剛其實我也有提到就是 地方創生的概念 其實也是我這一次在很多的組織參訪 我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我自己也發現就是 蘇格蘭他們很早就在講 Pathmaking 然後他們都在想說 其實大多數都是 自己講自己是Pathmaker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台灣 明年度開始 就是地方創生元年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是一個 很好的開始 就是可以想想看 因為其實在這邊的很多的社會企業 它其實都是以community開始的 不管是從社群 或是從社區上面 來開始去做很多連結 那其實同樣的 我們把它放到地方創生來看的話 其實它是同樣的意思 就是其實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或很多的內容 都是可以從社區 從community開始 然後去想 我們可以怎麼樣 幫助社區做得更好 然後可以用 不管是用科技的方式 或用其他不同的方式來做 然後其實今天早上有那個 Indy 就是他其實是影響他的 創辦人之一 然後他就提到就是 Social enterprise should be innovative 所以他就說 社會企業應該要變得更創新 用更多新的方法 新的模式 而不是過完可能都是 我賣一個東西 我賣一個巧克力 然後可能是很有理念 但是其實他覺得 這不一定是 接下來十年 社會企業應該有的模樣 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生的事業 他也促使公部門 非創新不可 因為我們用舊的方法 已經沒有辦法來處理 這些新的社會問題 那所以我們不可能 一個新的社會問題 就是設一個部門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這種 就是跨部門的 跨部門的討論的方法 來一起去做出 這個 我看到有些資料 對 我現在 在這個概念上說 其實他們這邊的社會 在地區的地方 真的很讓人 就是驚豔 我覺得台灣 還可以學習很多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台灣非常習慣 就是說 一個 從上往下的一種 經濟發展的體系 但他太習慣那樣子了 所以你就會看見說 連我們地方的 其實經濟的脈絡 都是從上到下 可是在這邊 給我們很大的歧視是說 他們其實 就是地區的人 其實可能想要一個 Village 或是什麼的 他們是自己 一起來做一個Plan 然後譬如說 五年的Plan 然後 大家都一起參與 參與之後 政府來看你的Plan 然後大家討論之後 我有Funding你 就是政府在把錢 放在這個地方 做出你要的東西 我覺得很 我是自己覺得這個部分 我很感動的 因為 他們可以這樣 就是儘管左右兩派 互相互爽 但是還可以在那個 community裡面討論這些地方的事情 然後真的就是說 這個相信被指派出來的人 可以把這些事情做好 我覺得這是一整個社會的文化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我想要分享 我手上這些 就是我覺得在英國十年前 就是社會企業開始之後 他們有一些Policy 那尤其是在金融支持這邊 我覺得是他們做得最好的 然後 我覺得也是台灣這邊 我們目前還可以再多學習的 那主要你可以看到說 像這個是那個 這個 就是 蘇格蘭最主要的國家銀行 他們其實有推出來 像是這種 community business loan 就是貸款 或者是說 這個 social and community capital 或者是說 這些fonds 就是說 根據你的這些社區型的企業 的需求不同 我有借你貸款 如果你要去 scale up你的規模 我可以給你這個 fonds 這樣子 那可是我覺得在台灣 我覺得大部分 我們的社會企業 或者是說 甚至這種新創企業 其實想要access 這種金融的服務 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 所以我在這邊才會 特別去study 他們有哪一些Policy 而且其實他們 對於說 投資社會企業的 投資者 是有 稅減的 是有稅減 就是你講 台灣投資社會企業 他可能給你幾 可能好幾% 30% 我如果沒聽錯 30%的這種 tax reduction 去鼓勵更多的 社會的這種 social capital 真的可以被 引入到 社會企業裡面 那我是期待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金融體系 這一塊 能夠多往這些方式 去思考 就是說 去思考 為什麼台灣的這些 銀行啊 寧願把錢都給那些 大財團啊 好幾百億的虧空之後啊 然後全民納稅人來承擔 就我們這些需要 可能只是兩三百萬 做個社區企業的 都帶不到錢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能夠改變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的話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社會企業 絕對是會非常恐怖的 這些分享 對我覺得他們跟銀行家 講的那個訊息 他們已經磨練到一個程度 像我的panel另外一位 他是百分之百的員工 全部都是 我們說是 autistic 就是他是 就是neurodiversity 有這個 精神的多樣性 那他不管是我們所謂的 自閉光譜 或者是 雅斯伯格等等 的這些朋友們 那他的那個 idea非常簡單 其實一句話講 就叫做 inclusion drives innovation 就是說如果你都是一堆 腦袋差不多的人 聚在一起 你大概也想不出 什麼創新的主意 就是舊的主意 繼續做下去 但是呢如果你把一些 就是可能旁邊的人看起來 覺得說他的想法 真的跟別人不太一樣 但是也許他對一些細節 他會看到一個新的pattern 新的想法 那他也許不會受到人情壓力 他就會直接講出 他覺得哪邊錯了 或者是他有他自己的 一些溝通方式 那團隊裡面有這樣的人 有各種不同思路的人 進來的時候 欸創新就真的會發生 因為他不會被 舊的這個方式去綁住 所以他就告訴這個 銀行或者告訴做 金融服務的人說 你也可以來用 我們這些朋友們 提供的服務 你如果覺得你的 business model 已經走到了一個 一個margin 越來越低的一個情況 你需要一種 創新的溝通方式 你需要創新的人 來幫你看 那這樣子的話 這些朋友們 他並不是弱勢 完全不要把他當作弱勢看 而是說這些朋友 一些沒有辦法 大家沒有辦法意識到的 一些角度 只有他們可以看到 那這個就像剛才說 這個手眼協調 就是用手語的朋友們 手眼協調 特別特別好 或者是說 像這一次 各國也是對我們 這個喜安兒的 這個藝術創作力 是非常的 我大概有15國的朋友們 跑來跟我們說 他們看到那個 社會創新中心 所以喜安兒畫的足球場 點點山的那些 就是視覺的icon 他們覺得 從來沒有想過 People with Down Syndrome 是有這樣子的創造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主流市場 是聽得下去的 而且他們已經把這個話術 已經弄到一個非常成熟的程度 對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剛剛 剛剛 就是三位都有提到說 年輕人要創新 其實 最難的還是說 你怎麼樣去找到這個資金 那 我想 我們政府好像沒有就是說 你每一年 你是不是可以提撥一些基金出來 因為年輕人要找資金 當然 年輕人一定要自己學習說 你這個plan要怎麼樣寫的 很有說服力 這個也很重要 而且就是 它是可行的 讓人家看了就覺得說 我這個錢給你 你真的是可以做下去 當然這評估也是很重要 那政府應該就是說 你起碼一年 譬如說 你可以提個五百萬 一千萬出來 然後就 因為投資本來就是冒險 你不能說我投進去 百分之百都成功 對 你可以投五個 搞不好其中就有兩個成功 就可以為這個社會 帶來很多美好 對不對 那應該是政府要有這樣的一個 犧牲 我的投資 可能有一些是失敗的 你要容許這種 失敗 其實國發基金 應該是在Karen的 這個潛移默化底下 最近有蠻大的轉移 就是說 本來是大家都知道 是有一點補助的性質 那雖然有一點點回饋 但是還是補助性質居多 但是確實 我們現在就是把它調整到 剛才老師所講的 投資性質 對 投資性質就是不怕你失敗 你失敗只要肯分享 對大家就是好事 然後呢 在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它是Joyed Venture 就是說政府不會是最大的股東 不是說社會企業都變國營事業 這樣也很奇怪 而是說 我們這樣子把資金投進去之後 我們會把它的這個社會價值 轉譯成剛才講的 主流市場聽得下去的 這種可持續性投資 的這樣一種語言 然後去找民間的這些 Angel也好 這些我們國際上 所謂的Impact的資金也好 Venture Philanthropy也好 等等的這些資金進來 那我覺得這一次 因為我們有永續發展目標 我們特別是說 如果你提出案子 你可以講得出很清楚的 你在解決幾天幾的那個問題 那全世界都有資金 在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很容易一下子做媒合 那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是以前沒有的 就以前這種資金的那種 共同所以的這種感覺 好像比較沒有 但是在這一節 其實大家都在用SDG 當作投資的共同所以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 其實有一些那個案例 是可以讓這個投資可能更好的 譬如說像我們這次大會主席 Jerry 他所屬的這個CEIS 他們其實在 他們後面有Fund 他們是負責管這個Fund 那就說 譬如說你是社會企業 Oliver送了一個案子進來 我會跟你講說 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才有可能成功喔 對然後你就 就是一方面你修正的案子 一方面你學習 當我覺得 我可以覺得你這個business model 已經出來的時候 我錢就給你 像我們的話台灣比較像是說 送個案子進來 然後常常審查什麼 有沒有創新性 那創新的定義都很奇怪 譬如說有沒有毀了原本的產業 這種創新性就很奇怪 對然後就錢給了他 但是卻沒有辦法去 make sure他的business model 就是這種rational的 所以我覺得在前面這個部分 如果能夠翻轉一下次序的話 我們都有資源都有mental 或許在這個支持社會企業上面 我們可能會有更容易有看見一些成功的案例 這樣子 那另外我覺得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想要感謝就是說 其實每一次我們台灣團來的人都非常多 然後剛剛有提到嗎 或是 這是最多最多人了 72個人 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就是說這些團員來在幹什麼 其實大家都很忙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他們每個人都 就是大部分都有被分派說 欸你這個時間點你要這邊記錄喔 對然後 然後他就說還要顧我們台灣的展攤 然後我昨天還是今天 就從昨天開始我就有抽時間 就有下去去逛我們展攤 然後其實都讓我非常的感動 原因是因為我們台灣的展攤 Always前面就是很多人 那為什麼會很多人呢 因為我發現我們台灣團 顧展攤的朋友 Always都是充滿熱情 使出渾身結束 是這很重要 對 介紹這個展示的每個我們社會企業的案例 然後介紹台灣齁 真的比別的地方都熱情很多 因為像我去別的展攤啊 所以我覺得他們那個組織做得很好 可是我問到兩句話 他們就一臉要結束我的對話 我們只是來顧談 對對 你不要再煩我 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我想再問 然後就問了一個問題 後才還要跟他講對不起 耽誤你那麼多時間 我就覺得這樣 所以說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為什麼 這個台灣的朋友來這邊參加 對我們台灣社會企業的這種實力的展現 其實為什麼會讓大家驚豔 因為大家感受到我們台灣的這種熱誠 真的就是靠這些團員朋友們 以及平常在台灣的努力的累積 包含像喜漢兒可能這種 十幾二十年這種深厚的公布 現在社創圈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國際都知道這樣子 然後才能夠逐漸打拼出 這樣子的一個國際舞台 那我也希望說能夠把這個部分呈現給大家看到 對 我知道你待會還有這個一場 對 所以看看有沒有什麼最後想要跟我們說的訊息 最後 其實我還蠻期待 因為在這一次 老闆邊其實又相較於去年在紐西亞 這裡的 因為畢竟社會企業的發展很前面 所以他們整個神態系統是非常非常完善的 然後即便是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不管是社會企業 然後還是譬如說所謂的地形企業 然後還是一些便利組織 或合作是轉型 對 其實後來蘇格蘭他們政府 就跟那個B Lab UK 他們其實就合作 他們用一個叫 Scotland Can Be 他們是用 B Impact Investment 這一套模式 然後是把它落地成就是蘇格蘭可以使用的一些模式 然後提供給你 不然是大型企業 小型企業 社會企業 還是在營利組織都可以來看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一點也是我還蠻訝異 就是 大家的意見才有不一樣 可是最後面他們可以找到一個共通性 然後大家在這個共通性上面去建構更多的內容 那除了這之外 其實我自己還蠻期待 就是 接下來的十年 台灣的社會企業的整個神態系統 可以在政府 然後或是在私部門 就是公司夥伴關係啊 然後或是在更多不同的組織的共同意義上面 然後我們可以讓社會企業的神態系統變得更好 嗯 非常棒 對啊 這一次我們其實也是了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我們有一個共用的網站 sisocialnovation.taiwan.gov.tw 我們之前其實常常是每個部會自己有一個訊息 自己有一個網站 然後大家Google的時候就不太知道是怎麼回事 因為台灣社會有12個相關部會 然後每一個都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嘛 那當然我們這一次就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 然後一個QR Code 所以我們的團員的手冊啊這些 其實大家這樣一掃 馬上就用英文就可以了解到 我們台灣對於SI的這個概念 是一致的 就是一個一致的訊息 那我們當然不只SI台灣 AI台灣 SMART台灣 BIO台灣 我們現在都開始用這種跨部會的方法 那這次也非常感謝就是外交部 從國族 國傳 各個部分的朋友們 因為如果不是他們的話 首先我們就沒有這個網址可以用 然後也沒有那麼好吃的晚餐可以吃 然後也沒有辦法那麼順利的 跟十幾國的Minister換到明天 所以真的也很感謝外交部朋友的努力 我們最後有一個訊息 就是說 因為明年秋天的年會是在伊索比亞 然後他們要把這一整套 跟以前就是所謂的development program 就是幫助這個發展 可能不一定非常非常切合當地需要 所以他們現在覺得說 好那我們來讓當地人自己決定 這個補助的方向等等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嘗試 但是他們也理解 並不是每個人都很容易去伊索比亞 所以在今年秋天到明年秋天中間 是哪一位要來講這個訊息嗎 就是 好啊 好啊 那我們要跟SEWN 就是一起辦 就是亞太社企高峰會 那他們非常非常的impress 就是我們在今年五月 明日亞洲 那他們也有 Jerry也有來 然後他來以前 可能是覺得說 欸這個台灣能能擔當起亞太的重政的這個名字嗎 那他來的時候 哇完全就被說服了 對所以我們這次談的過程非常非常順利 因為他們的要求其實就是是民間主辦 是民間來設定議程 那政府包含博會 包含行政院 當然是全力的去支持 但是他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確實亞洲有亞洲自己的需要 那像斯里蘭卡 或者是像我們聽了很多印尼等等的這些例子 其實跟台灣有非常多相似之處 但是愛丁堡的經驗不一定能夠整個移植過去 所以他們現在也非常希望亞太地區 可以有自己的論述 對所以我們就是已經邀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們來 希望 欸是不是我們那個percent數會提高啊 這是國外的來賓的 對對對 我們就就希望能夠 就是在一千多個來賓裡面 我們可能接近一半嘛 對不對 都是各國來的朋友們 那所以也非常期待 如果對這個有任何想法的話 在這個中間 我們都歡迎跟賢爾英太浩 跟我們所有辦這個 就是 還是叫民進亞洲嗎 明年我們主辦嘛 對 然後後年是他們主辦 對 我們是希望可以 這個可以持續 一棒接一棒 對 可持續性 對對對 那你們要辦在哪裡 對對對 這很重要 還有時間 明年五月十一十二 在高雄展覽館 就是高雄展覽館 就是高雄展覽館是在 那個 遊艇碼頭旁邊 歡迎各位 非常棒 可以去坐遊艇 是 很棒 我們遊艇國際交流 因為高雄本來就是 海港 海港 都市 對啊我們看海洋 對 在那邊都非常的應景 好 那就 我們就先錄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See you